张学良遗物 当初历史时亲口承认约会过东北少帅与民国第一夫人的前臣往事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1925年盛夏张学良与宋美龄出十余上海滩的花花事件 这一年张学良25岁风流倜傥义气风华 这一年宋美中28岁风华绝代黄金圣 张学良说当年的宋美龄确实是光芒四圣魅力无穷 若不是他当时已经娶妻一定会狠命追求他 至于宋美龄对张学良是否也心动过 那就不得而知了 张学良与宋美龄后来虽然没有发展成恋人关系 但他们却成为了最志趣相投的朋友 最惺惺相惜的自己 西安事变时 张学良之所以愿意释放蒋校长是因为宋美龄 西安事变后 蒋校长之所以愿意不杀张学良也是因为宋美龄 张学良说蒋夫人能活一天我就能活一天 张学良与宋美龄的关系到底有多亲密 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他们之间的来往信件中找到答案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并是与美国谭香山 享年101岁 张学良临终立下遗嘱 把自己的遗物交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保管 而这些遗物里竟然有超过100封与宋美龄的私人信件 100多封 这个数字确实很惊人 而且所有信件都是用英文写的 作为两个中国人 张学良与宋美龄的来往信件 为什么要用英文写呢 答案不言自明 不想让某些人窥视局 再看信件的内容 在这些信件中 宋美龄君称呼张学良为汉亲 这是张学良的字 称呼一个人的字表达的是亲密 宋美龄不称呼张学良为将军 先生 而称呼他为汉亲 可见在他心中是把张学良当成朋友 而非公务伙伴 张学良对宋美龄的称呼则是夫人 而自称魏良 与宋美龄的亲密不同 张学良字里行间表现出是对宋美龄的敬重和对自己的自谦 并无轻调之意 从这些细节里不难看出 张学良与宋美龄确实关系亲密 但笔者以为他们之间的心心相惜都是柏拉图式的 谈不上暧昧 那么对于张学良与宋美龄之间的关系 各位读者是怎么想的呢 是蠢有意还是有暧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